現在算是一個報告 我就跟各位談談我最近的一些心路的歷程 我的一些感受 我也很希望留下一些時間 很希望在場的一個前輩 能夠不另給我一句指教 我的觀點可能會有點偏差 也請各位千萬不要客氣 有講了錯的地方 你覺得不適當的地方 請千萬不要客氣 等一下一定要提出來 就如同我們剛剛社長所講的 不好意思 我想我們大家彼此多交流多溝通 我想這是一個好事 看看我們能夠在土地律政策這一方面 能夠獲得更多的一個共識 在眼前的這張照片 這是三年前我在大府 這張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三年前的六月 當大府的鄉親 向我們台灣農村陣線 發出求救信號的時候 我們趕到現場 在現場跟很多的製修會 我們在那邊舉辦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會議 這張照片大概是六月中 三年前六月中所拍的 我想我今天 放下來了 我按錯了 這個題目是我們主持人 我的學長指定 從大府遵收跟南縣鐵路中 談遵收之人民權益的保障 人民權益的保障 所以我今天把我以往我演講的內容 可能有部分是重複 但是我又加了一些東西進來 我希望能夠救教於大家 我的報告的一個大綱 大概就分成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想跟各位談談 我們一般會碰到徵收 很有可能會碰到至少 大概有四個期望 然後我想跟各位談談 委員會的一個機制 另外我想跟各位報告一點 可能我們長期都顧慮掉了 進見會 第二個 跟各位報告 土地遵收必備嚴謹的要件 第三個是權力的不當地做 跟土地意涵的偏差跟窄況 再來我想跟各位談談 我們今天在場有一些 土地被遵收戶 你們到底有什麼樣的權力 然後跟各位分享 這兩個個案 兩個個案我都涉入很深 首先是大府 再來是台南 再來 最後 在我結論之前 我想跟各位分享 我最近所寫的一篇文章 我說土地遵收 是一個被我們大家嚴重忽略的實行 然後再次我的結論 我想提供 張森文先生 他在世的時候 他常常問我的問題 我想把這個問題也提供給您 那我當然 剛剛我們的主席人說 他有問過問題 我在結論的時候 我同時我也問大家問題 您怎麼回答張森文先生 所提供的問題 好不好 首先前言 一般而言 可能包含四個計劃 會碰到比率中 大概會碰到四個計劃 有的可能只有三個計劃 比如說第一個 會有所謂的事業機關 我們另外可以提得到的 所謂的部門機關 我想再查很多地震界的前輩 大家都了解 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像桃園航工程 我們有俏工部 台南鐵路地下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也是俏工部 另外我們的國科會 我們的科學園區 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國科會 我們有所謂的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 我們有所謂的產業人區 根據我們獎勵投資條例 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俏工部 我想這個大家都相當的熟悉 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的計劃 叫做新辦事業計劃 這是往往是第一個階段 我想跟各位先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第二個才碰到 很有可能碰到所謂的都市計劃 或區域計劃 都市計劃區裡面的土地 可能就面臨到都市計劃的變更跟擴大 我們台灣的土地分三類 都市計劃土地 非都市土地 還有國家公園土地 比例一般是1% 13% 79%到8% 所以我們往往第二階段 可能變到都市計劃 或面臨到區域計劃的一個改變 比如說中科世紀20廂 比如說其他有關非都市土地的 往往就會面臨到區域計劃的一個改變 這是往往是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面臨到的可能是環境保護計劃 我們這個部分可能涉及到有些面積 到底是多大 可能就會必須提到環境保護的一個計劃 再來等這個都過了 最後才會面臨到我們這個土地徵收的一個計劃 大概我的理解 大概 當然還有一些別的計劃 比如說水土保持計劃 還有一些相關的都市設計景觀相關的一個計劃 或說我的理解這四個計劃是一個關鍵 但是一個 可能我們長期都忽略了 比如說今天的一個新聞 昨天毛治國副院長 他特別提出有關澳亞工程 一定要顧它是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那我們在這一章裡面 就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政府尤其是木地事業主管機關 他根本 輕視 後面這三個機關 他根本不看在眼裡 最糟糕的 就是交通部跟經濟部 我講坦白的 尤其是交通部 常常在掛機車 常常掛機車 因為內政部裡面 我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朋友 這些中央部會主管機關 我們木地事業主管機關 他根本不把都市計劃 區域計劃 環境保護計劃 或是土地徵收計劃 把它放在眼裡 所以我們政府機關現在的氛圍 依然是如此 我們木地事業主管機關 直接就把興辦事業計劃 就提報給金建惠 金建惠一通過 就提報行政院 就變成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我要問各位 當它被定義成國家重大建設計劃的時候 試問其他三個計劃開始省了沒 我們像草原的處長來了 義政處處長來了 你現在還有城鄉局 現在在弄都市計劃 但是它已經變成國家重大建設計劃了 你們要怎麼省 當它已經變成國家重大建設計劃 每個月行政院有個小組 在盯你的進度的時候 我問你 你肯定這麼做計劃你怎麼省 你省得下去嗎 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墓地事業主管機關 根本就不尊重其他三個計劃 根本就不尊重 我們土地主管機關這段內政部 試問他們有尊重的 其實沒有 我現在跟各位講坦白的話